貨包有人當街刑搶 警方立刻是鎖地 前方達成的計程車 沿路在後頭追趕 終於成功 僵人攔下 從車裡頭抓出來壓制在地 把時間往前推 三名扼煞手持刀槍包圍 一名背包男不斷匕首畫腳 威脅恐嚇 持槍男孩伸手 準備要搶對方身上的包包 被案人同行友人 一路逃到家母鴨店求救 一群人在起樓下來回拉扯 嫌犯成功搶走一人包包後 立刻三人往小巷子逃跑 兩名遭搶被害人 警追在三人後面 就是希望可以把錢搶回來 但只能眼睜睜看著嫌犯 在他們眼前逃逸 事發地點就位在新北市 新店中正路上 三十號晚上十點多 警方調查發現原來搶案早有預謀 王姓主賢對著兩名友人 打電話給地下錢莊的柳姓男子 相約地點要借六萬塊 沒想到雙方碰面後 嫌犯先噴辣椒水再搶包包 得售一千一百元後 搭計程車逃逸 警方貨爆立刻攔車 僵人壓制 被害人執政立立 犯嫌是有持槍 做一個恐嚇的行為 那我們本所調一間戲 也發現犯嫌有持槍的行為 犯嫌他們逃逸時 所搭乘的計程車的 駕駛座車底 才查獲這個 瓦斯鋼瓶的一個空氣槍 當街持槍刑搶 但嫌犯盜案後 依然矢口否認案情 但監視器清楚拍下 嫌犯明目張膽揮舞槍枝 搶包的過程 當時又在加母鴨店旁 嚇壞不少人 記者楊莊盛 陳紫芳新北市報導 有禁止 目前為止 受乳無所藏的 還要打